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老貓IQMORE 那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這次不會只有老貓一個人 來拍這個影片 那我們今天有邀請到一個特別來賓Kitty 那我們歡迎她一下 大家好 我是Kitty甄林 很高興今天跟大家見面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泳池邊 那我們往後面看一下 長髮的一件泳池 對 那當然我知道大家可能 不想看到是老貓師生嘛 當然是由我們的Kitty 來為大家一些 示範一些簡單的一些的 不能說簡單的動作 好 我先拉回到我們的主題好了 那我們的主題為什麼今天會來到泳池邊呢 因為老貓今天要介紹的是 Lexbar的G92電競遊戲滑鼠 那對於遊戲滑鼠來講的話 Kitty你平常在玩一些什麼遊戲嗎 會玩遊戲 可是滑鼠對我來做的功能就是 買網拍而已 所以你看到一些電競滑鼠的規格 你會不會有一點霧煞煞 還是你覺得他很厲害 覺得他很厲害而已 就很厲害 好 沒關係 那今天藉由這個影片 它的裡面其實有很多的 特別的功能 像DPI啦 或者是聚集啦 它Kitty的這些設定 我相信觀眾前面的朋友 可能大家在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有點霧煞煞 沒關係 今天就有老貓跟Kitty 在現場 然後為大家 簡單的示範這次的特別的功能之處 好 那現在老貓就來設一下 Letsmart的G92電競遊戲滑鼠 好 那我們首先先講它的DPI的部分 DPI的部分 如果老貓照以前的講法 講熱熱等的話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非常的覺得無聊 可能也聽不太下去 沒關係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今天來到現場 已經有Kitty在我們的游泳池這邊了嗎 我們就請Kitty來為大家做個示範 我們先看大家揮揮手一下 嗨 好 好 而且攝影師我在講解的時候 記得把焦點也是放在我身上 不要一直往後拉 這樣我會 DPI對於滑鼠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可能有些人用一般的滑鼠 可能沒有感覺 可是在做遊戲的時候 滑鼠的游標在螢幕上的移動的速度 其實跟我們來講有很大的差別 好 那我們來講一個舉例 低的DPI來講的話 假設我把它調到最低的DPI 假設我滑鼠一樣 移動慢慢的距離 我們的Kitty 用很慢的速度游給大家看 假設你看老貓滑鼠一樣還是在移動 它就很慢的在移動 它的G92它這支有6段的DPI切換速度 當你覺得太慢的時候 按住上方的DPI鍵 按按按按按 你可以調整有6段切速 你把它切到最快的時候 一拉 好啦 馬上Kitty就來到大家的面前了 那這就是對於我們滑鼠 DPA的一個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示意的狀況 那Kitty你喜歡什麼樣的顏色呢 我喜歡粉紅色 藍色 紫色 橘色 黃色 還有紅色 還有紅色 其實P&Kitty講了那麼多 老貓也就是說 到底講了幾種顏色 那沒關係 那其實我們這次要講的 G92的Letsmart 這是電競滑鼠 它的外觀顏色 是可以透過它的軟體 來進行一個調整 所以我今天我心情不好 我要用咖啡色也行 也可以 只會顏色調不出來 什麼顏色 就是黑色 黑色 因為你沒有看過黑色的光 好像我也沒看出來 除了黑色之外 你想到什麼顏色 關燈就看到了 關燈要看了應該不會是黃 光的三元色 也就是我們可能常聽到的RGB 什麼紅色啦 藍色跟綠色 那透過這三個顏色 就可以調成這一支 那像說剛剛Kitty 喜歡那麼多種顏色 那個紅色 粉紅色 記得住嗎 我實在是記不住 只要記成我XXX就好 不會不會 好 那不管你喜歡調什麼顏色 你就從厚彈去調 你喜歡什麼顏色 按下去就可以了 就每天換任何一個顏色都行 因為它可以調到 1600萬種的顏色 那 它如果 每天調一種顏色 你可以調到1680萬天 我 搞不好老貓拍的這支影片 搞不好連一天都沒了 好 那其實 在這次 我們在介紹這個滑鼠顏色的時候的話 如果老貓說 我跟大家示範說 我的顏色該怎麼去做調整 那如果調整的話 我跟滑鼠 給各位看的話 相信各位可能覺得 一定是不滿足 對吧 對 當然 我每天都想要不一樣顏色 那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我們邀請我們的Kitty 來幫各位 來帶來一點點的小小的鼓勵 不是我 我剛剛已經很辛苦了 然後從那邊跑過來又跑回去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 是老貓親自來弄的話 我相信馬上大家會關上右上角的叉叉 馬上就跳出去了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馬上 請我們的Kitty 來幫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顏色怎麼如何的調整 我們走 接下來就讓老貓跟Kitty 來跟大家介紹 什麼就是Marco跟Hucky 好 那在Hucky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常講的熱鍵 好 那其實Kitty 你有看到 這一支滑鼠上 外觀是不是有很多個按鍵 對 我看不懂 可是妳就知道它只是個按鍵 可是妳不知道可以幹什麼 對不對 好 那我先跟各位講一下好了 Desmart G92這個滑鼠 它的外觀是有六個按鍵 左鍵 中鍵 右鍵 兩個側鍵 還有一個DPI鍵 可是它跟一般的滑鼠不一樣的是 它這六個按鍵 都可以做我們想要的功能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看 然後一樣 我們再請我們的Kitty 來幫大家 各位一個簡單的示範 我把左右這兩個按鍵 把它變成是 我們把它變成是 音量的調整鍵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方式 是最容易來做 測試給各位的朋友 好 那假設 我把前面的按鍵 把它設定為 把聲音越來越大 原本很小聲變大聲 那後面的按鍵 把它變成是聲音的降低 就是調小它的音量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家裡 看看影片的時候 美劇 日劇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希望 透過鍵盤上的熱鍵來調整 可是如果你的鍵盤沒支援怎麼辦 那就用滑鼠嘛 那滑鼠有時候你在握的時候 可能我更會直覺一點點 這個還是看見仁見智 不過我馬上來跟各位示範 怎麼透過熱鍵來做調整 例如Kitty那你叫一下老貓好了 好 沒問題 越來越大聲嗎 好 你就越來越大聲 那溫柔一點嗎 溫柔的話是另外一個功能鍵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討論 好 那你先保持一個音調好了 好 老貓 那我把它按大聲 老貓 好 當很大聲的時候 沒有 沒有 你還要繼續啊 還要繼續 還要繼續 然後我怕 它越來越小聲 它就越 你已經一次跳太大了 喔 對不起 你要從很大慢慢的 我剛剛壓得有點大力 喔 壓得有點大力 好 你要輕一點嘛 好 我把它壓 我把它調到最大 好 慢慢來 好 小小 好 慢慢來 大概 這就是我們第一樣的調整鍵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靜音的話 你可以調整其他的按鍵也是可以 那如果說你想要調整 我的瀏覽器啦 或者是我的郵件啦 或者是 我們要開任何的軟體的功能什麼的 其實我們都可能說 軟體來做一些調整 那其實我們用很簡單的 第一樣的調整鍵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這邊也辛苦Kitty了 有點喘 有點喘嗎 對 那我應該 其實有點喘不過了 那我可以來調調小速度 不要按了 哈哈哈哈哈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不要再按了 欸 要滑鼠 藏到後面去了 Kitty 我們剛介紹完Hockey的部分了嘛 就是我們的熱鍵 那其實它有功能叫做Marco聚集的功能 所以是 這個是什麼 你以前有聽過Marco聚集嗎 都沒有 沒有 好像有聽過 可是上課的時候 考完事都忘光了 考完事都忘光了 喔 這個不是講你以前的老師叫Marco的東西 哈哈 我們現在是講一個功能 這是我們所謂的聚集的功能 那一般來講 像說我們如果在玩遊戲啊 我可能以前我按上下左右 怎麼前前後後AB 你可能要按很多的很複雜的按鍵嘛 喔 對 你記得住嗎 我自己有時候都記不太住 那記不住怎麼辦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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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按到功能 等一下 你應該有不小心 我可能已經綁到這個了 你已經先弄我們 剛剛已經先跟我連線了 對對對 我已經不小心先弄了底了 那其實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剛剛那麼多動作 我可能靠一個按鍵 一指神功 點下去 它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從我們的軟體上 直接把這些功能設定下來 所以他應該沒有叫我脫衣服的動作吧 欸 如果你說這樣 請求嗎 如果你這樣請求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這樣開發 這樣設計的 不會不會 那我們等一下往脫衣服的方式前進好了 還是 好啦 我們還是忙 讓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那剛剛老貓已經介紹過了Marco的部分 那我相信各位觀眾 你還是一定不了解對不對吧 我聽一下 好 因為一定要不了解 接下來老貓 我請Kitty來做一下各位的不利的一些動作 那如果是你要做了解 這個就沒了 廢話不多說 老貓直接來簡單用滑鼠與Kitty 不是Kitty與滑鼠來做一下Marco的一個示範 假設 好 我現在按下按鍵 其實這條線不是綁在電腦上 是綁在Kitty的身上 好 我現在按到 假設我按左鍵 Kitty會舉起左手的話 我再按右鍵 Kitty會舉起右手 好 好 那如果按下中間的DPI鍵 Kitty可能會下水對不對 還沒開始我來重新示範一次 來 我按下左鍵 再按下右鍵 發現有一個小bug 因為剛剛老貓講 這是舉起左手 這是舉起右手 老貓沒有說要放下左手 好 我們手手再試一次 好 我們按下左鍵 按下右鍵 我按下了DPI鍵 來啊 Kitty要下水啦 按下去了 好 好 這個動作一氣呵成對不對 那剛剛老貓講的一個Marco的功能是 就是我把每個按鍵 使力成一個動作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 側邊我還有兩個按鍵 很像我再讓你多跳幾次 剛剛我按三個鍵 Kitty才跳水一次 其實我可以把這些動作做一個連換性 我把它加在側邊的其中一個按鍵 例如說我可以按下這個鍵 剛剛三個動作一次完成 好 接下來我按下去了 老貓按下這個按鍵 按下去了 舉起左手 舉起右手 然後再講 欸 什麼 對不起 這一隻Kitty可能有一點Lag 功能可能還需要再調教一下 然後再重新示範一次一下 所以我現在是Marco的設定呢 按一次就全部了 按下去了 左手 右手 下去 好啦 我們這次的Marco的動作是比較快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要翻賣動作來看 剛剛我們剛剛看到Kitty 真的有舉起左手再右手再下去 好 再按一次喔 拍下去 左手 右手 好 OK 那這就是我們簡單的MarcoLag功能的示範 還是各位朋友想要知道更多的動作 欸 花型 閒信過來跟老貓講一下 老貓下這影片就把它放進來 好 老貓來總結一下 Lexmar G92的電競遊戲滑鼠 我們給個基本的功能介紹 我剛剛從我剛剛的影片就說 它有6段的DDI切換功能 其實它包含了 400 800 1600 3200 4800 還有12800的DDI 那除了這6段DDI切換之外 還有我們RG的顏色的設定 那顏色的話 它有RGB 三五電池去調整 1680萬光 就是從我們的外景 你喜歡什麼顏色 每天你可以換成一樣的顏色 你也可以自己調整 那接下來的話 整支滑鼠 總共有6個設定按鍵 包含了 你可以設定你的Hard Key 或者是你Marco的功能 那這部分的話 就由各位使用者 你想喜歡什麼樣的設定 就直接做設定就好 那別以為 這個包裝 只賣離子滑鼠 沒有 它其實還送了一張小小的一塊布片 你可以跟著你的遊戲滑鼠 隨身帶著走 走到哪兒 彎到哪兒 好 來 怎麼了 換你了 還在路 等一下 換你了 走了 等一下 走啦 謝謝大家的東攤了 我們下次再見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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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左手 你左手 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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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打開 你 打開 你 照顧 了 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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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